當我去餐桌吃飯,馬上有人跟我講說 Sakura,我第一桌你在台灣是搞公安的啊 我不敢問問問題啊,哇,被鎖定了,我太危險了 這個是我去中國大陸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我現在想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個國家的國防 從讓你們了解到我們的生活 然後讓我現在開始講我們最真實、最現實的這一面 這個是假的獵場,這個是鵡的獵場 假的獵人看到一隻山豬就給他拍了一槍 這隻山豬從假的獵場開始移動 往蟻這裡開始受傷 這樣夠清楚了吧 蟻的獵人又給他開槍 就把這隻山豬在蟻的獵場打死 講清楚嗎 問問各位 這隻山豬是假的請棘手 是蟻的請棘手 好,換下 那你們這個沒有棘手袋的人 反正我不打獵這樣嗎 各位,不用緊張 我去上法官的課程的時候 他們給我一堂課叫多元五號生物多元一號 我就給他考這個 法官讀了那麼多法力,他也搞不懂 因為這個是我的國家的國法 假,為什麼 是假的 他獵場的獵物 他的獵場的獵物 OK 還有嗎 等一下 還要問你的喔 公盤載一下 你的有沒有 獵物死在他的土地上 獵物死在他的土地上 還有呢 還有沒有 假打的時候獵物還沒死 你打了才死掉 喔 不是你打死的 他跑來這裡 死在我這裡是我打死就算你的 OK 有一張一千塊 我這樣舉例你就知道 有一張一千塊是你的 是你的 走到底被人家掉下來 那個獵是誰的 他的 他是他的 但是呢 撿到的人 撿到的人如果不跟人家說 那個獵當然被他偷走 但是只要被知道 只要被知道我的錢掉了 被你拿走 那個都要付法律行 這樣的概念夠清楚了嗎 我再問一次 那一隻山豬是假的請擠手 拍下 各位聽懂了嗎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我們 我的國家說那個是假的 因為那一隻動物在這裡 我們以前將獵場 山裡面的獵場規範 這是我的獵場 也就是這個獵場裡面所有的動物 是屬於我的 對 他會跑 但跑到你那邊被你打死 並不代表是你的 各位 以前的部落 如果 我在這裡犯陷阱 那個陷阱夾到 夾到什麼 只夾到山豬的腳蹄 然後那隻山豬露了腳蹄 跑到乙的獵場被乙的獵人又夾到 各位 那一隻山豬如果 假的獵人沒有放棄 還在找 還在問 各位 那個腳蹄上面的那隻山豬 還是屬於假的 這樣了解了 OK 有一顆南瓜 有一顆南瓜 從假這裡 髒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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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 然後乙的農人很討厭 而且又給他拿到假這裡 又給他翻過去 然後移動長到這裡 在這裡結國 各位想像一下你是嚴重的 來一顆南瓜 聽得懂嗎 是假的緊急手 好 翻一下 是乙的緊急手 好 翻一下 為什麼是假 假中 為什麼是乙的 他已經把它弄回去了 可能他又長回來 他又長回來 OK 好囉 聽好 生物多樣性 每一種瓜 未必是種瓜的瓜 在研究裡面 我們的法律是一個因 地形環境而改變 所以所有的律法不是只有單一性 這個叫做南瓜 各位 低瓜又不一樣 濕瓜又不一樣 佛手瓜又不一樣 我等一下慢慢講 如果是南瓜的時候 南瓜只長一個根 吃假的養分 吃假的養分 就算長到這裡還是吃這裡養分 在我的國家的法律認定上面 大家都知道 南瓜還是屬於假的 不是屬於乙的 就好像那一隻山豬跑到這裡 乙的人當然有權力跟他說 我有幫你給他打死你 但假的人可以分他肉 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的 如果他不分他肉 這個假的所有的名義 會因為乙幫他打之後 他不分他肉 英明少定 通常假的人都會分他肉 OK 分什麼肉